女孩为了能踢足球有多拼 先用10米长的裹脚布让胸变平 再把头发剪短穿上男生的衣服 还要提前学习男人们的行为举止 现在他和人打招呼是这样审的 不仅说话粗声粗气 还学会了随地吐痰 走起路来更是六亲不认 假小子来到男生宿舍 初来乍到的他努力维持镇定 好在大家没发现什么异常 正收拾东西 卫生棉却不小心从包里掉了出来 室友问这是什么 女孩立马抽出一条插进鼻孔 说这是用来纸鼻血的 方便好用 不明真相的室友发出爆笑 直言新来的这哥们真是怪胎 原来女孩名叫阿曼 本是学校里的女足队员 但教练以女子不如男的借口解散了球队 酷爱足球的阿曼非常沮丧 恰好最近哥哥逃学 阿曼就女扮男装用哥哥的身份混进学校 理所应当地进了足球队 第一天来宿舍报道还算顺利 但第二天来到球场 就因为身材矮小被教练安排做替补 阿曼很不满但也只能暂时先这样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避免被拆穿 毕竟总是要洗澡的 训练完阿曼被男生们推散着进了浴室 就在他绞尽脑汁怎么逃避时 教练过来拯救了他 因为校长让他去办公室报道 总算逃过一劫 但阿曼在和室友相处的过程不是很顺利 因为阿曼平时行为举止太奇怪 大家都不太待见他 阿曼有些苦恼 于是他的朋友给他想了一个办法 酒吧里阿曼和室友都在 这时走来一位打扮靓丽的美女 主动和阿曼搭讪 之后又有两三个美女陆续过来主动贴近他 室友们顿时对阿曼刮目相看 没想到他这么受女生欢迎 从此接纳了他 经过这件事 阿曼也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大家都向他讨教追求女孩子的秘诀 室友小茶也来找他出主意 因为他暗恋校花多年但却不敢表白 没想到校花喜欢的却是假小子阿曼 小茶不知道 只看到校花和阿曼有说有笑的 更想让阿曼帮他的忙了 作为交换阿曼让他教自己踢足球 假小子对男神表白 不料对方根本不信他是女孩子 没办法女生只好掀开衣服自证 明晃晃的两颗球让大家彻底惊呆 男神也是一脸猛逼没反应过来 上次说到室友小茶帮阿曼提升球技 阿曼不管摔倒多少次都绝不喊泪 爬起来继续练习 小茶不禁对他钦佩赞赏起来 阿曼对自己的现状也很满意 主要在更衣室看帅哥方面 但在训练场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阿曼要时刻提防漏险 比如在球砸在特殊部位时 应该给出相应的反应 除了踢球 阿曼还要在校花面前安利室友小茶 可惜校花眼里只有阿曼没有别人 看小茶很挫败 阿曼决定教他两招撩妹技巧 于是他恢复女生 让小茶试图过来搭讪 结果假戏真做 两人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幸好小茶及时清醒过来 眼前的可是自己的室友 然而没想到小茶之后还是沦陷了 学校举办庆典活动 阿曼妈妈也会来 她只好开始忙着换装 在同学面前她还是那个短发男孩 在妈妈面前她又换成长发和长裙 阿曼误打误撞来到接吻亭 一不小心就和小茶亲到了一起 阿曼谎称自己是她室友的妹妹 小茶对她似乎有了好感 回到请示阿曼对小茶不停地安利她妹妹 其实也就是她自己 因为经过这么多天的朝夕相处 阿曼早已喜欢上温柔帅气的小茶 不久教练提拔阿曼做主力 两人高兴相拥 不远处的笑花看到 决定尽快跟阿曼表白 哪知当晚正好碰上回笑的阿曼哥哥 夜色看不清笑花认错人吻上了她 不巧这一幕正好被小茶看到 她以为那是阿曼 所以当阿曼回来时 小茶生气地直接把她赶了出去 第二天有正式的足球比赛 哥哥一大早就被室友叫醒去准备 他们脸上都画上了油彩 更看不出她不是阿曼了 可惜哥哥完全不会踢球 不仅在场上出镜阳相 还拖了他们球队的后腿 使分数落后很多 中场休息时 校长怀疑哥哥不是他本人 一定是他妹妹假扮的 让哥哥艳明真身 男生因为足球踢得太臭 被认为是女生假扮 为了证明自己是男生 他裤子一拖艳明真身 球场瞬间沸腾 大家的反应也亮了 有的拿望远镜仔细查看 有的不禁发出感叹 阿曼回到球场看到 比分心痛极了 赶紧把哥哥喊下场 两人互换衣服 重回球场的阿曼英姿萨爽 自信回来了 球技飞升的他一路高歌猛进 所向披靡 然而问题也来了 平时和他很默契的小茶 现在不愿配合了 几次下来 得分还是落后一大截 阿曼知道小茶还在生他的气 于是在下一次中场休息时 阿曼向他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只见他撕下假病角和假眉毛 扯下短假发露出瀑布般的长发 然后对男神表白 小茶震惊之余还是不敢相信 没办法阿曼只好使出绝招 直接掀开衣服验球 小茶这才接受现实 但对手不接受阿曼重回球场 好在有教练撑腰 阿曼重新回到了球场上 随后他就像开了挂 加上和小茶天衣无缝的配合 他们对接连获胜 比分也逐渐追了上来 哪知对手急了 下黑手撞倒阿曼 裁判也站在他们那边 阿曼被罚球 而且这一球关乎最后的胜负 面对如此紧张的时刻 阿曼集中精力调整呼吸 然后对准球门发射 不想被守门员拦住弹回 千军一发之际 小茶出脚了 完美接住球后传给阿曼 阿曼一个帅气的腾空横踢 将球精准射入门中 球场瞬间热闹欢呼起来 这一脚太漂亮了 阿曼终于完成了 在球场上比赛的愿望 故事的最后 小茶和阿曼认清自己的心 两人走到一起 完结洒花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叫足球有物 典型的青春喜剧片 不过和足球一结合 还有点热血 就像看世界杯一样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